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品牌对企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如果有一个好的品牌 我相信可以对企业整个业务的拓展 可以施半功倍 而且可以达到无远佛界 打造品牌过程绝对是困难的 因为它是一关一关的挑战 而且尤其一开始 你根本不知道从何做起 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硕定好你的定位 然后了解你应该迁入的市场是什么 然后慢慢去建立你的品牌 而且建立品牌是全面向的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兼顾到 等于是说你跟消费者所有的接触点 都是你品牌打造的每一个关口 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参加品牌计划这件事情 因为在之前我们的品牌 会放在产品力上面比较多 所以通常大家听到Cama 都是咖啡很香啊 咖啡很好喝啊 然后都是在产品里 那我们在经过这个计划之后呢 开始发展它情感面的部分 那这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现 也就是我们透过这个计划 慢慢找到我们Cama的这样一个咖啡 怎么样透过情感面呢 去跟更多的消费者去做分享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加品牌计划的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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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